美日澳挑衅 几千大军出动要为菲律宾撑腰 我们中方也以两场演练开始 不给敌人可乘之急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套 我是卢中程 据卫星网报道称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计划 8月23号开始在南海举行联合演练 为此澳大利亚派遣了3000多名士兵 搭乘两栖攻击舰进入菲律宾 其中还包括100多名美国军人 现在日本自卫队也加入了 将使得这场演练变成针对我们中国的示威 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称 南海已经趋于稳定 但日美澳又在南海举行演习 说明那些域外国家还要在南海制造军事挑衅 加剧紧张局势 张小刚称 那么地区国家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不要让域外国家插手 以免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认为美日澳此时出兵几千人进入南海 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给菲律宾撑腰这么简单 要知道菲律宾计划再次给坐摊的军舰运送补给 但由于他担心中国海警船驱逐他 菲律宾无力抗衡 所以他找来了美日澳等国的支持 而美日澳把菲律宾则看成了对抗我们中国的棋子 希望利用这枚棋子来搅动南海的对抗局势 所以美日澳的军演更像是拱火 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随时应对美日澳飞的联合挑衅 菲律宾则可能以为有了靠山壮胆 再次给他坐摊的军舰实施补给 同时也借机向外界传递菲律宾的强硬立场 但是在人海交问题上 我们中国的态度那是明确的 人海交是我国的主权领土 绝不允许任何人侵占 而且我们经过多年建设 我们在南海部署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完全有能力遏制任何敌人的侵占挑衅行为 所以菲律宾包括他美日澳 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的南海各国 并不希望发生冲突 此前我国外长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他们都表态愿意与中国保持和平 呼吁对话解决南海的冲突问题 越南也表态把维护中越关系 视为优先的任务 可以说东盟国家是不会实质性的 彻底站在美国那边的 所以美国他只能拉拢日澳来搅局 但日澳来了也是各有企图 日本希望挑动对抗 但绝不会出大力 澳大利亚也只是想要来刷刷存在感 更不会真的出头 所以美日澳的联合军演也只是鼓动菲律宾当出头鸟罢了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中国不允许任何域外势力在南海捣乱 我们有能力确保南海的稳定 我们中国的海空军力量早已掌控了南海的局势 熟悉南海的地理环境 一旦发生冲突 或中国的海空军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反应 而且美日澳远道而来 他们来了也是为了作秀缺乏配合 所以并不敢真的动手 因此南海他就乱不了 也就是只要我们中国有决心强力出手 一定会挫败美日澳飞的演习企图 坦率地说美飞日澳借助任海骄来挑衅 怕是看错了形势 低估了我们中国的决心 所谓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也相继进行了两场军演 展示了维护我们自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与决心 好 各位网友 今天关于美日澳飞又要联合军演的事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